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就是历史 我们今天讲的事情 包括我现在上的这门课 也许到了明天它就是历史 所以这个 这个历史 就是过去的今天 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 因此 我觉得这个 认识山农问题 就不能不 有一个对 对这个农民问题 这个历史的一个视野 那么我前面讲到 我们国家自从晚清以来 实际上一个世纪 做的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 一件就是革命 一件就是改革 而这两件事情 都和农民有关 这个革命 也是从农村开始的 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 因此 不能不说 这 这个一个世纪的这个这个过程 实际上也是 我们的前人 对农村的认识 不断的深化 不断的更新的 因此 这个 我们现在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认识农村问题 而是 重新认识农村问题 是吧 重新也不是 完全从头再来 是吧 实际上是有一个 有一个继承的 是吧 因此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回顾一下 以往的农村认识 那么我们国家 以往在对传统乡村社会啊 有两种 很流行的理论 第一种理论就是我前面讲的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 是吧 这个理论 直接指导了 我们的 这个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 这个 农民革命 以及和 以及革命胜利了以后的所谓农民改造 是吧 但是这个理论呢 到了 农村改革时期 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是吧 一个很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农村改革的几乎每一步都会碰到 所谓的 什么辛辛苦苦 多少年一夜回到什么时候 这一类的那种 这一类的那种 话题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果然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吗 是吧 这个这个解放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吧 这恐怕就是一个 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那么因此啊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呢 实际上现在的影响 自从改革时期以后就在不断的下降 是吧 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尽管没有人 仔细的清理过这种理论 而改革时期 兴起的是另外一种理论 叫做乡村和谐理论 是吧 这个和中国封建社会理论 几乎是恰恰相反 是吧 是另外一种理论模式 这种理论模式 在49年以前 可以说 它并不是影响最大的 是吧 乡村建社派 大家知道 它对中国现实的影响能力 既不如国民党 也不如共产党 但是国民党的理论 我为什么没有放在里头呢 因为国民党的理论 其实和共产党的理论 相当相近 是吧 你们不要以为 政治上对立的两个 两个势力 在思想上一定是截然对立的 是吧 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 是吧 有一位 有一位朋友叫做盛红 他曾经说过一个观点 很有意思 他说 其实最大的冲突 来自两种 互相最有可能 互相替代的理论 是吧 就是两种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在传统时代 是吧 发生最严重冲突的人 就是两个都想当皇帝的人 是吧 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和一个主张民主的人 也许这里头的 那个冲突还不那么血腥 但是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和另外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是吧 那绝对是你死我活不能相容的 是吧 恐怕他们比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和一个主张民主的人 还不能相容 是吧 大家知道 想当皇帝的人 和主张民主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 倒是可以相容的 是吧 比如现在的英国 又有民主 又有国王 是吧 谁也没有说 我当国王 我就要消灭民主派 是吧 或者我当民主派 我就要 我就要废除国王 是吧 但是如果两个人 都要想当国王 那就坏事了 是吧 这个天 天无二日 民无二主 是吧 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 是吧 所以啊 这个 国共两党的乡村理论 是有差异的 是吧 但是啊 他们 这个差异不是最大 是吧 那么实际上 差异最大的两种理论 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理论 和这个乡村建设派 所主张的乡村和谐理论 那么 我们现在 而且乡村和谐理论啊 到了改革以后 它的那个影响也越来越大 是吧 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要走那个乡村建设的道路 是吧 因此他们的理论遗产 我们也很有必要来加以回顾 当然到了现在 又有了很多把两种模式揉合在一起的那种尝试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和乡村和谐理论呢 在很多方面都是尖锐对立的 是吧 对立的程度远远超过 比如说国共两党的这个农村理论的对立 是吧 但是他们在现实政治操作中 是吧 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是吧 在现实政治操作中 好像不那么对立 是吧 大家知道后来这个乡村建设派 除了像艳阳初先生他呃呃 他是乡村建设派中的少数派了 是吧 他是不能接受1949年以后的这个局面 是吧 他流亡到海外去了 是吧 那么乡村建设派的大部分人 以梁寿敏先生为主 是吧 都是激烈的反对蒋介石的 后来都走上了跟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是吧 也就是说他们呃 那个那个那个呃 跟这个呃 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啊 虽然在理论上最为对立 但是在现实政治操作中 好像似乎却没有那么对立 是吧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吧 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来呃呃 讲是吧 呃简单的讲 我刚才讲的这两个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 呃 呃这两个理论呢 它的影响很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这两个理论的呃呃 构成的这些命题啊 几乎基本上都是环环相扣 是吧 呃这个那个呃 具有很很强的内在逻辑性 是吧 因此啊呃 你只要接受了它的一个呃 结论是吧 它往往就会推出其他几个是吧 因此它不是一些一系列孤立的呃观点 是吧 是那个呃 一整套有内在联系的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理论 它本身是有一个流变史的 是吧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 一开始也没有这种说法 是吧 比如说 那个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土地使有之 这个老实说 一直到列宁时代都没有这样的观点 是吧 而列宁的早期都没有这样的观点 是吧 那么这样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讨论 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史的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不去深究这个问题 我们只讲 这个理论 是吧 呃 它具体包含什么内容 是吧 我们不说它是怎么产生的了 啊 那么这个理论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第一 这个理论非常强调 传统社会 最突出的特征 啊 大家知道传统社会 那个时候一般叫做封建社会 是吧 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地权集中 啊 据说 那个实在是大土地所有制 占主导地位 是吧 也就是土地都是归地主的 但是和资本主义又不同 是吧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 资本主义 那就是大生产 是吧 那么 呃 土地集中啊 就表现为大农场 是吧 资本主义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呃 恐怕也未必 是吧 我后面就要提到 但是这些人认为 中国这种状况 地权非常集中 但是它仍然是小农经济 使用是很分散的 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 是吧 就是有有地的人 往往是不经营土地的 经营土地的人 往往是没有土地的 是吧 这些人是租用土地的 是吧 于是就产生了地主和电农的 两极对立 是吧 一直由这种对立 产生了传统社会的种种现象 是吧 呃 这可以叫做租电关系决定论 啊 很多人呢 当时都认为 租电关系 或者说地主和电农的两极对立 是传统社会的 一切社会关系的 核心 是吧 比如说 呃 那个时代就有些人 啊 像我前面讲到过的胡如雷先生 是吧 他们说啊 传统社会不是没有自耕农啊 就是自己有土地的啊 这些农民 是吧 但是 他们当时都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自耕农啊 是 是吧 是什么呢 是电农的后备军 是吧 也就是说自耕农啊 都是处在那个尖锐的 呃 两极分化之中 是吧 少数人可能会变成地主 但是大部分人最后都会变成啊 那个那个电户 是吧 都会变成贫下中农 是吧 因此他们认为自耕农根本是无需关注的 是吧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电农的后备军 是吧 而且他们还说 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分配关系 都是一种 本质上都是地主的再分配 是吧 呃 这句话 基本上是从资本论中 搬来的 是吧 呃 大家读过资本论可能会 就就会了解 呃 在资本主义社会 是吧 这个赋税 利息 利 呃 呃 呃 商业利润 地租等等 都是剩余价值的 在分配 是吧 那么这些人就说 说中国封建社会的 资税 利息 是吧 商业利润 啊 那个那个 等等等等 就是地租的 再分配 是吧 因此整个这个社会关系 都是从 租电关系 从派生出来的 啊 那么呃 这就叫做租电关系决定论 这是第一个 内容 那么这个租电关系 那么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个租电关系 怎么产生的呢 是吧 那么呃 这个理论就认为 租电关系 的产生 是由于当时有土地私有制 土地私有 就必然会有土地买卖 买卖 就必然会导致土地集中 是吧 因此这个问题 在土地私有 自由买卖的背景下 是解决不了的 是吧 所谓的小农 肯定是会发生两极分化 即使有所谓 农民战争 对地主阶级的打击 是吧 即使据说 一个王朝初年的土地 比较分散 当然是不是这样 我们后面要提到 恐怕未必如此 但是很多人相信这一点 是吧 即使王朝初年土地比较分散 但是因为 土地私有 自由买卖 是吧 很快这就集中起来了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 如果你相信土地私有 自由买卖 小农两极分化 会导致 租电关系的形成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些人认为啊 租电关系 是通过民间经济关系中 自然形成的 不是国家强制推行的 是吧 只要你不去管它 让农民中自己 让农民自由买卖 就会产生这样的背景 那么由此就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推论 大家知道 假如你认为 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地主和电户的对立 而且你又假定 地主和电户的对立 是小农经济 由于私有自下的两极分化造成的 那么呢 很快就会有一个推论 那就是 消灭地主 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是吧 因为只要还保留着小农经济 那么很快 它就又会两极分化 是吧 因此消灭地主以后不久 你还要消灭小农 是吧 你否则你不消灭小农的话 这个小农两极分化 就又出现地主了 是吧 因此啊 按照这种理论 自然就会导出 在土地改革以后 我们还要搞集体化 因此从这个理论中啊 他推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 这个 土地改革以后 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要根本解决问题 必须进一步 要消灭 消灭了大私有 还要消灭小私有 是吧 一定要搞到一大二功 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否则的话 按照当时的说法 如果不搞集体化 我们就会 吃而变苦 受二查罪 是吧 这是当时的一个传统的说法了 这只是对集体化的一个意识形态解释 是吧 实际上真正集体化的真实的动机 应该说是还有一些别的动机的 是吧 这里我要提到的一些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历史 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 是吧 很多历史上的行为啊 虽然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动机 往往是更为直接的 是吧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是吧 那个时候的解释是 知识青年必须与 那个工农相结合 是吧 这是改造世界观 这是保证中国返修防修 是吧 不变成修正主义 保证我们红色江山 千秋万代 永不变色的 一个那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可是这里头就有个问题 是吧 知识分子 知识青年要跟工农相结合 为什么只和农相结合 就不和工相结合呢 是吧 为什么知识分子 为什么知识青年 或者是中学毕业生 去当工人 好像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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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那么重要 一定需要他们去上山下乡呢 是吧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当时中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就业危机 是吧 由于这个文革期间的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停滞 是吧 实际上中国的城里头是没有办法 提供就业机会的 而这个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到1963年了 大家可能知道是毛主席号召大家造反的时代 是吧 这个城市的学生都是红卫兵 是吧 这些红卫兵都造反 造了三年都反出油子来了 是吧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把他们遣散 是吧 留在城市里头 谁知道他们会闹出什么事来 是吧 分配又分配不了 是吧 那么你继续留下去又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 是吧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弄去做农民 是吧 这和 是不是反修防修的 这个说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千年大计 万年大计 是吧 应该说是 关系并不是很大 是吧 这个集体化其实也是一样 是吧 虽然理论上 马克思主义者都假定了 这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有一天会消灭小农经济 是吧 但是理论上 不管是列宁 还是毛泽东 最初都是把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设想的很晚的 是吧 后来为什么没有隔几年就搞了呢 是吧 这恐怕是有一些别的原因 是吧 但是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吧 至少 是吧 这个 土地持有自由买卖 小农两极分化 导致 这个所谓租电经济成因 这个理论 是吧 是连接土地改革和集体化的 一个理论的桥梁 是吧 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第二 这个理论 还导致了另外一个 衍生的观点 那就是他认为 在中国传统社会 存在着所谓 地主 商人 高利贷者的 三位一体 是吧 因为按照这个说法 中国的租电关系 主要是因为土地买卖引起的 是吧 也就是民间的自由交易引起的 那么民间自由交易 当然资本起的作用就很大 是吧 传统时代没有工业资本 但是有商业资本 有信用资本 就是高利贷资本 是吧 那么很多人认为 这个商业和信用 是促使土地集中 形成租电关系的杠杆 是吧 这个地主和商人 和这个 这个金融业者 是吧 也就是高利贷者 其实是一回事 是吧 包括很多国家 但是在中国 反封建 这个概念 却带有很浓的 易商建商的成分 是吧 以及和中国传统的那种 易商思想 有了非常直接的联系 因为假定你说 这个 传统的这个 这个 这个租电关系 主要是因为一种商业 这个 这个关系 造成的 是吧 那么这个派生的 结论 恐怕就难以避免 这是第二点 据说 经过农民战争以后 这个 土地就分散了 是吧 那么土地分散以后 就又会出现一段 比较 那个 比较太平 是吧 所谓的盛世 治世 是吧 但是呢 这个盛世 治世是藏不了的 是吧 因为土地买卖 它又会集中起来 是吧 那么集中到一定程度 就又会循环 出现下一个周期 封建社会论 就用一种 土地买卖 这个自由买卖 土地兼并 农民战争 来做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图解 是吧 以至于一直到现在 很多人 很多人还说 是吧 这个农民不能拥有 土地所有权 一旦拥有 就又会 卷入这个 这个事情 是吧 其实我要说啊 其实我要说 这个历史上的 意识形态啊 有时候 它只是一种包装 实际的动机 往往是另外的 是吧 因为 假定这个说法 是成立的 我们也要说 是吧 历史上 如果真的有 所谓的土地 自由买卖 引起什么 组电冲突 农民战争 那大家也知道 这个周期在历史上 往往是长达 两三百年 是吧 一个王朝延续 两三百年 然后就又陷入 这样一次循环 是吧 可是在中国 往往这些人说 是吧 如果要这样干 似乎明天 就会发生 农民战争 是吧 那么 如果中国啊 真是 会有 啊 这个做法 会带来 一两百年的 所谓治世 一两百年以后 再发生 农民战争 老实说 现在的很多人 是根本不关心 一两百年以后 会发生什么的 是吧 那么一两百年以后 会发生 农民战争 在他们看来 实际上是一个 不是什么 非常值得 关注的问题 是吧 现在关注的是 现在有那么多 上访的人 我们该怎么办 是吧 那么 那么这个问题 是不是能够用 所谓土地兼兵 在两百年以后 发生农民战争 的这个说法 来解释 是吧 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是吧 但是 这个说法 的确在现在 还是有很深的影响 那么这是 第三个 那个 那个 命题 第四个 就是用 这个 族电关系 的这种理论 来解释 中国和西方的 发展道路的不同 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 他是相信 人类社会发展 有规律的 是吧 什么五种社会形态 什么等等 等等 如果你是别的主义 那么你或许就不会 这样提问题 是吧 因为别的主义 他并不认为 人类或各民族 有一个什么 共同的发展规律 是吧 他们往往就不会提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来 这样的问题 是吧 因为如果有人把资本主义 理解为一种西方文化中独有的现象 而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的话 是吧 那么所谓中国会不 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 是吧 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是吧 道理很简单 不光是中国 所有的非欧洲的 是吧 所有的其他民族也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